王洛丹竟拖欠农民工工资30多万 10月22号王洛丹首度回应此事 而王洛丹本人却说事先并不知情 是故意为之还是存在隐情 而王洛丹好歹是一个自身演员 不可能30万都拿不出来 这件事情也是好多人疑惑的点 据知情人爆料 王洛丹的父亲因为没有购房资格 就以王洛丹的名义在北京昌平区买了一套别墅 但在装修完之后 王洛丹和父亲却迟迟不肯验收房子 导致拖欠工程款30.96万元 之后原告就把父女俩告上了法庭 事件发生之后 王洛丹就发布了声明 称因为装修存在质量问题 房子也没用达到验收农民工工资的情况 但是王洛丹还没有缓过神的时候 就已经被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 之后才了解到 王洛丹在装修的时候 因为工作的原因 没有时间装修房子 就把装修工程整个交给了父亲 但是父亲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 没有进行严格的筛选 原来这家装修公司早就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而在判决生效后 王洛丹与这家公司联系 但是却一直没有音讯 而农民工的工资 也应该是装修公司负责 和王洛丹没有关系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